大事上已經出來了 那麼我也要求在不只是如此 應該在今天中午之前 經過我審視之後 要完全的公布在我們的網路上 那麼在這個同時 我也要求這樣一個報告 要責請我們在前進指揮所的副市智副局長 以及我們中工處的余署長 在今天的下午2點的時候 親自責請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官 向臺中市市長林佳龍 詳細做這次的檢討報告 以及說明事故的緣由 那麼再來呢 是在這次說慰問及訪視的部分 我們也特別責請臺北市政府的衛生局 黃世傑局長 那麼他已經聯媚跟臺中市的 徐永年衛生局長都已經聯繫上了 那麼預計在今天的上午10點半的時候 會一同前往 中國醫藥大學的醫學院的 這個附屬醫院以及實際醫院 那麼究竟能夠探望到我們所有的商人者 那麼以及慰問家屬 表達我們的歉意 同時我們盡我們的所能 來對於他們能夠提供我們應該盡的這個 這個訪視那麼再來要說明的是 這一個台中捷運CJ920A標 那麼這個整體的這個標案 它的意見的恭敬 它是目前的這個工程進度的部分跟各位報告 那麼它的進度是43.092的百分點 那麼也就是依據它的意見進度是40.5% 好 目前你看到最新的現場 就是在針對整個台中的這個公安意外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包括了捷運局的人員長官 以及台北市的副市長正在出面表示最新的談話 我們要求在今天9點已經來做出詳細的檢討報告 稍後也馬上會在網路上頭來公布 好 另外也是最新的連線焦點 同步要來關心的就是在台中 這個失勢的現場了 捷運嚴重公安的意外 其實今天早上是陸陸續續 在這個周邊的鄰居是恢復了公店 目前最新 我們立刻連線朱顯明告訴大家 顯明請說 對 雯心溫溪入口這邊 原本早上的洞七零零 早上七點的時候是已經通車了 不過剛剛的時候 現在要繼續把前一天所拆掉的這個圍籬 繼續把它補回去 因此目前兩個線道 又進行初步的交通管制的狀態 不過也引起一些小小的擁塞 事實上整起這個事件到現在為止 這整個旁邊的住戶 還是有人生活受到的影響了 我們也問到了一名80多歲的老阿伯 當時事發的時候 鋼糧砸下來 他就站在旗樓只相距四公尺 而且這個鋼糧一砸之後 把他門口這個自來水 主管旁邊的配管給砸斷之後 到目前為止 他家都還在停水 因此被迫必須要拿水桶來除水 我們現在聽一下 這名八群老翁的說法 沒有水 蒸的四點 四點湯 一樣的就沒水了 全部過程 你這盒沒水而已 我這盒沒水 怎麼要這樣 價明都是 我這盒沒水 過關 事實上我們為了您帶來最新的現場 事實上現在現場出現了一台呢 消防局的一個雲梯車 因為稍早時候有傳出檢察官 很有可能在連夜的訓問完 六名的關心人之後 現在這個雲梯車 有可能是檢方要求 讓他們站上這個上面 直接上到橋墩去 來現場進行一個檢修 你可以看到畫面中 就是檢察官已經大批人了 已經率隊到達現場 他們待會就要搭乘那一台 北屯三腰的這個消防隊的雲梯車 直接上到了十二米高的這個橋墩 來進行的進一步的一個勘察 看到重點有幾個 第一個是到底當時這個固定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吊耳 以及其他這裡面的工人 是否是造成不平衡的一個主因 而其次還有要研究說 為何當天是沒有封路 因此很特別的是 因為這個所謂的台中捷運這個地方 它的橋墩高度 足足有四層樓高十二米的高度 因此檢察官也特別請來了 這個雲梯車 要來現場的進行 這個所謂的攀高的這個勘驗 就是目前的最新情況 稍待一會兒 會有進一步的檢方現場 檢視一個鏡頭 目前先把鏡頭交換給朋友的主播 好 檢方將借雲梯車 來上橋墩來視察 也謝謝顯明 才會來自目前台中現場的最新的消息 藝人之間 不然 可憐 不可